我們現在呢,剛剛請大家先把我們OBS、ATIPRENTER這兩個免費軟體把它裝起來了 那麼OBS你裝完了之後呢,它會提醒你說需不需要自動設定機,你就按FOR就好了 因為它有針對兩個部分,一個就是什麼,你單純錄影,另外一個是做直播 所以我們這邊不用沒關係,我們就要它預設的就好 那麼在這裡呢,按FOR,它還會不死心的提醒你,下次可以在哪裡找到它 好,我現在呢,就在這邊,好,放到最大 你一進來就像這樣黑色的畫面,那其實OBS我把它稱作虛擬攝影盆 所以它其實介面不難,你看我把它收起來,我把我的畫面收起來,有沒有就這樣這樣而已 你就是導播嘛,就是導播,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待會到底你該怎麼做 我在這邊呢,我有提供一些虛擬攝影盆的練習素材 你可以從這邊進到我的雲端硬碟 那我現在呢,就從這邊進來,裡面我有提供一些背景圖 當然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好,也可以用自己的 那我現在這邊找背景圖,背景圖 好,背景圖,好,點進來 有我們縫假的,好嗎? 哈哈哈,你要縫假的,你就找縫假的 好,有,圖書館這裡有一個,現在很少老師自己上課還要帶背景來 還要自己見教,好,那我下載一下,我就把它丟進來,丟進來 有沒有,虛擬場景有了,對不對 那麼,在這邊,再找同學進來 沒有看到,多了一個,好 另外一個,這裡 這樣,你看,有去背就是這麼好用,有沒有 然後呢,我除了剛剛你所看到這以外 我也有一些PMG的圖,當然你上網找也可以 我這邊我自己準備桌子 我就下載一下 好,我也把它拿進來 拿進來 好,我們自己家裡面的講桌準備好了 現在呢,只插我進去而已,對不對 好,我就把我自己加進去囉 那我要怎麼加進去 在這邊,因為我的是屬於視訊畫面嘛 那各位的手,手上也有網路攝影機 我就要從這邊加到這邊 好,這邊來選 剛剛我都可以用拖曳的 但是這邊就不行喔 好,視訊擷取裝置 我這邊我先demo一次 各位呢,我們等一下就是,你可以 就是在 慢慢的,我再解釋一次 好,現在呢,他現在抓到是我 另外一個,就是15拖曳機的 手在這裡,有沒有 好,我要抓另外一個 因為我這裡有三台 我前面這一台 那麼 跟大家強調一下 其實網路攝影機差很多 像我現在這邊兩台 你看到我做木耳花絮 跟前面這一台 都是有廣角的 所以雖然我做的不算太遠 但是你會發現不會覺得很大一致 好,這個真的有差 好,那我現在這裡呢,我就把它確定 有沒有,我現在畫面是不是進來了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他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場景 就像我們看,你可以把它當做看什麼節目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上這個 數位設計的課 我就,這裡有一個數位設計的課 那個場景 我今天上另外一個 3D的課,我就有一個3D的場景 那麼,場景裡面有哪些素材 這些就是你的圖 圖層 如果像我現在 我的人要坐到桌子後面 你就按住他 我就可以調整他的圖層 這樣我就坐到後面去了 對不對 好,第二個 我是要把我的綠幕去掉 這個重點呢 我就來這邊 按右鍵 這個其實跟我們一般 用像 惠森惠影 Premier 威力導演 這些軟體 事實上都一樣 只是他們做的是後製 我們做的是即時 好,這裡有一個濾鏡 我們就進來裡面 好 在特效濾鏡裡面 有一個叫色度鍵 我從這邊進來 確定 各位 看一下吧 有沒有 已經去備了 這樣不行嗎 還是太快 還是覺得需要AI幫忙一下 這個不用AI幫忙 就有的 覺得太大隻 自己可以縮小 好嗎 你有沒有發現我後面椅子也在 有沒有 後面椅子還在 因為他不是綠色的 但是我上面 因為我的綠幕是沒有辦法到那裡 所以我可以把畫面稍微裁切一下 我按住 如果平常我是拖曳這個 這樣大小 我可以按住鍵盤上的一個按鍵 叫做ALT ALT 我就可以做畫面的裁切 這樣有沒有就比較適合一點 我怕是 你在現場 對不對 像這樣子 就有啦 那麼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這邊 一般來說 我們的木大部分會選擇 綠色或藍色 比較多 其實現在也有那個什麼 那個網路攝影機 應該說軟體啦 支援你不是藍綠幕 就是一般的背景也可以幫你去的 只是目前來說 那個效果還是 比較特性的情況下有效啦 他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正正非常精準 所以說一般我們現在錄的話 還是比較建議你有藍綠幕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啦 有概念喔 下次都這樣上課可以嗎 這樣就不用進虛擬攝影棚了對不對 好 這樣就可以 OK了 那麼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下面這邊 你可以看到 我先做到下面來好了 好 做到下面來 還是你需要再一個寵物幫忙 我準備那個狗啊 還有那個熊啊 你如果需要他們幫你加油的話 你可以把它叫進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在右下角這邊 我就可以開始準備做錄製 或者串流 串流就是直播啦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做設定 所以你按了也沒用 他會告訴你要設定一下 等於說 以前也許你是直接利用什麼 利用YouTube 利用Facebook 去做串流 那現在呢 在這個軟體設定完了之後 他就把你的影音資料 透過你的帳號 傳送到那個平台上而已 所以我在這邊開始錄製的話 我就可以把我的畫面錄下來 那當然你錄的時候是只有什麼 是錄中間這一塊 下面的這些控制介面 就沒有被錄下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信心 等一下 我們加的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我用曬一下嗎 節省兩個人力 等一下會到你家 因為你們現在手上 絕大多數同學都有 你就可以試看看 就可以試看看 那攝影機的好壞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你等一下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左右同學你用的是不一樣的 OK 你看我這邊錄好了喔 我就把它停止 那麼錄好之後 你看上面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顯示錄影 預設呢 我們OBS錄下來會放在影片 這個資料檔裡面 就是我的文件檔裡面的影片 它會用時間的方式 然後我把它記錄下來 有沒有發現它副檔名叫MKV 但是一般電腦裡面應該是不太能夠播這種合適 所以它有提供轉檔的服務 在這裡 也有一個叫重新封裝 有沒有 它可以幫我們把它所抓出來的 做出來的影片 轉換成MP4 轉換成MP4 你可以全部錄完在一起批示轉就好了 不用一個一個 那我就重新包裝一下就好了 現在這樣子呢 我再回來看剛剛那個地方 有沒有多一個 變成MP4了 點開 你就看到你剛剛的錄影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呢 其實現在就只差什麼 你後面要做什麼 你的教材內容 或者是你要玩一些其他的 就可以看你要什麼畫面再叫進來 不見得一定要全畫面 你也可以有局部的也可以 這樣都OK 這樣有沒有信心 好了 那我demo這一段就到這邊 待會呢 我會再講解一次 那大家可以一起做看看